为了让部落提升加工产品发展 华联市长魏嘉贤 29号上午特别来到慈济科技大学 探访农业生医研究室 希望可以借由他们在三年前 曾经发挥红离的价值与经济效益成功经验 来辅导华东部落 鸡脚刺的加工与研发 并且朝向要用植物特性来做进一步的研究 要缔造出市场的新价值 29号上午市长魏嘉贤 及原型客长曾亚霆等人 来到了慈济科技大学农业生医研究室 看着教授及同学们拿着商品 一一向他们介绍过去辅导过的成功案例 也让市长对于华东部落的 鸡脚刺产品发展更具信心 他希望可以利用驰客大的专业资源 协助辅导部落族人 对于鸡脚刺加工开发之外 也可以朝要用植物的特性 来做进一步的研究发展 那我们这次也把我们大本部落 过去一直在推广的鸡脚刺 那一个茶饮报的部分 也来跟老师来做一个咨询 希望未来有机会 可以跟慈科大 还有东华大学育成中心 共同来合作 能够把部落的一个好的东西 能够把它做一个向上的提升 那我们更希望 未来提升每一个部落 在推广部落的产品的时候 都能够有一个品质认证的部分 那今天也看到老师 有非常多研究的成果跟研究的产品 那让我们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那其实在老师跟团队的研究之下 那我相信未来花莲只要有新的话 这些部落的产品都能够得到 不只是民众的喜欢 也可以得到大企业在加指的一个行销的方案 那我们希望每一个部落都能够把自己的特色找出来 华东部落也带了一株鸡脚刺幼苗 给农业生医研究室作为参考 慈科大则回应会在近日内 找个时间到部落参访 了解整体的种植面积 还有加工流程 而华东部落原生种的鸡脚刺 跟其他县市也有所不同 因此在了解整个植物生态 及萃取植物的功效之后 希望可以帮助部落研发新产品 也增加未来研究的功能性 借许历琴 华联市报道